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6月4日星期四 31年前的今天呢 是一个星期天 6月3日呢 是一个星期六 那一天呢 发生了这个事情呢 使得我们中国人呢 是终身难忘的 不管是你亲身经历了 还是没有亲身经历 凡是你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这件事情呢 你就忘不了 忘不了的原因呢 还有这些海外民运们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会来搞搞事 来刷一刷存在感 来帮助他们美国的主子呢 搞出点生意来 来恶心恶心呢 中国重复 31年前的这件事情呢 不管你在31年前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的观点是什么 那在那个31年之后 不管你生活在国外也好 你还是生活在国内也好 早早晚晚的 你对那件事情的认识呢 就有了改变 慢慢慢慢的就有了改变 我呢 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当年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 那我呢 对那件事情 在那件事情的认识上呢 我也是比较偏激倒 当时 那等我出了国之后呢 因为偏听偏信 国外的这些个媒体啊 铺天盖地都是一些个污蔑的每一天 直到现在仍然是一样的 如果你上推特去看的话呢 你就发现那里面铺天盖地的 都是一些个全是污名化中国的 要不呢 就是拿一些中国个别的一些负面的视频呢 或者是事件啊 出来说事 或者是没有这些事呢 就造一些谣 造一些谣言 比如说呢 前两天他们还造一谣言呢 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他有一次呢 他就说呀 他说中国现在啊 有六亿人 月收入在一千以下 一千人民币以下 好 这个海外啊 这些人一听 哇 六亿人月收入一千人民币以下 我天哪 海外这些人汉奸们啊 还有这些公知们啊 就跟打的鸡血似的 就拿这件事呢 来说事 说也没关系 说也没关系 李克强他作为一个总理 对吧 他既然是在这个公开场合 面对全世界说了这件事情 他肯定就不怕你们说呀 你们想怎么评说就怎么评说 但是 海外这帮人呢 造了一个谣 他们造了一个什么谣呢 他一贯的喜欢造这些谣 然后他说呢 说李克强说完这件事以后啊 中国的官方疯狂的就删帖 把中国的那媒体上 关于李克强说 六亿人月收入在一千以下的这条消息呢 中国全部封锁 哇 我看了这个以后呢 有的时候这件事 如果说你不自己不动手去查一查 掌握一手资料的话呢 你就会被误导 那我就去在国内的媒体上查 哇 天哪 你在国内的媒体上 百度上你一摆啊 全都是 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媒体 官媒 民间的媒体 全都有啊 这条消息啊 李克强说的啊 对不对 然后全都有啊 就国外的造谣 我呢 出国的最初的那些年呢 也就受了国外这些媒体的蒙蔽 一听他们说的 哇 好像是真的啊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比如说就是李克强说 六亿人月收入一千以下的这件事情 你中国呀 月收入平均一个人 一千以下的这个人口有六亿啊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吧 中国得有多少的老年人啊 得有多少的那些的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啊 得有多少小孩啊 对吧 还有多少那些吃低饱的呀 这些人加起来说六亿人一个月 不到一千块钱 这很正常 你刚好问中国 本来中国也没说我就是个发达国家 对不对 我还在脱贫呢 本来呢 今年2020年 就全民奔小康 就是全民都脱贫 结果呢 有这个疫情一搞 可能这个步骤呢就滞后了 就拖延了 但是呢 你想想看啊 你这一个人平均哪 平均一个人一千 这一家人呢 比如说你三个人啊 你这一个月呢三千 如果你还有两个老人的话 你这一个月呢有五千 这一家五口人 这五千人民币 说实在的 在中国生活真的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中国的生活成本很低 那你再去统计一下 美国月收入在一千以下 你去统计一下有多少人 对不对 多少的家庭收入 美国的好像家庭收入 中尾数在三千以下的 得占到很大比例 我没查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如果你家庭收入 在三万以下的话 你这一家 你至少得有一个孩子吧 美国人好多还家里面 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 越是那穷的 就家里孩子越多 他平均一个人一个月 能有一千块钱吗 绝没有 绝对没有 那些吃政府救济的 那些人 一个月政府给他多少钱啊 平均到他的一家里面 一个人是多少钱呢 对吧 这很容易算出来的 美国是发达国家啊 美国是全世界最发达国家啊 现在中国计划呢 用50年的时间 能赶上美国 现在 不用50年 30年吧 2050年 中国要赶上美国的 那个水平的话 真的是没有问题 一定比他们好 现在中国这个脱贫 脱贫是什么呢 脱贫就是帮助你 摆脱贫困 不是说就给你钱啊 不是说给你鱼啊 是教你鱼啊 不是给你鱼吃 给你鱼是有那些低保 低保的那些人呢 就是没有挣钱的能力 那些人就给你低保 然后你要有挣钱的能力呢 帮助你挣钱 帮助你找途径挣钱 而且呢 帮助你来脱贫 而且还让你不能返贫 不能说你帮助这阵 完了以后 哎 你又那个 又不干了 对吧 美国为什么这一次 美国为什么这一次呢 又有了这大规模的 这个骚乱呀 就是因为 他的社会矛盾呢 太过激烈了 穷人太穷了 富人太富了 穷人太穷了 美国虽然富 但是 你说美国是第一世界的国家 那些个富人是第一世界 和那些个穷人 又大量的穷人 那黑人 他连第三世界都不如 那些黑人 他们的生活 他不如中国人 再说着这个六四这些人 六四这些人呢 基本上如果那些没有出去的 还留在中国的 现在呢 全都转变了 全都优惑共产党 那那些个出去的人呢 有一小部分 他们那也成为了成功人士 有一个成为了一个金融家 他们民运当中好像就有一个 他成为一个金融家 他是民运当中最富的一个人 叫什么我忘了 去年的时候呢 我曾经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那些民运人士 他们现在的状况 我那里面呢 说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把我去年 还是前年做了那个视频 你可以找出来看一看 你看看他们那些人 现在都是什么情况 极个别的人呢 他们是成功的 有一个人呢 是做金融 说是巴菲特的弟子 挣了好多钱 那他呢 就致力于 现在和中国方面的 一些个联系 他老去中国 有一些项目啊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来进行建立一个联系 还有一些呢 在科技方面 可能是做了工程师啊 什么之类的 还比较成功 这些人呢 也不再去攻击中国 然后这些人呢 有些人也很愿意 和中国那边呢 建立联系 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还有一些人呢 我看民运里面 绝大部分 都是一些什么呢 用这个川普的话说呢 就是 low life and losers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失败的人 一事无成的人 就那些无能的人 包括王丹呢 吴尔凯西啊 还有其他的那些没名字 咱们就不说了 连个英语都不会说 包括魏京生 英语都不会说 你说在美国 你如何生存 你如何生存 有的人呢 就是办一些 所谓的难民 来帮助国内 有一些炸刺的人呢 然后就帮他们 给办到美国 有的还不是 有的就是想出国 想去美国 如何来包装他们呀 他们有这个 做民运的这个经历呀 对吧 然后就帮他们 在国内呢 做一些准备 就专门就是 故意的反政府 然后推特被封啊 微博被封啊 甚至于 被中国政府抓进去啊 完了以后呢 就想办法 让他们出来 出来以后呢 就开始就骗 这个美国政府 这就是一个民运分子 受了中共的打压 美国就给他们身份 完了以后呢 有的人就继续 在这个民运 这里头开始呢 反中 有的人呢 有一些比较聪明的 学英语能学会 然后上大学呢 学那些个理科 理工科 能学会 然后那些人呢 就去该干嘛干嘛 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 那剩下的那些 全都是在美国 无法生存 然后就吃这个民运 这口饭 比如说那个 盛雪也是这样的 有一些人呢 就使劲往这里面扎 美国给他们一个基金 然后这笔基金呢 用它这个产生的利息吧 来这个满足啊 这些人的这个 基本的生活 他们能有多少钱啊 说中国呢 六亿人在月收入一千以下 这些人 我相信他这一个月啊 也就能够付他个房租啊 以前呢 有一个法国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后来还死掉了 那个 叫什么来着那种 我忘了哈 他就说 说他们这些人呢 苦哈哈的 非常苦 没钱 没钱 他出去旅行一下呢 这个路费都没有 然后住个旅馆什么的 都得住那最便宜的 那么非常非常凄惨 只有靠不停的 来这个攻击中国 然后呢 美国会给他们一点钱 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就出来 到香港 到澳门 搞一些集会 游行 在美国 也搞一些集会 游行 这每年六四的时候 他们必干的一件事 但是今年 他们干不了了 今年呢 澳门老早就拒绝了他们 然后呢 他们还上诉 上诉到了法院 上诉法院呢 前两天就给他 有了结论了 就给他驳回了 他们的上诉 认为那个医生法院 做出来的那个决定呢 是正确的 不让他们 在澳门举办 这种聚会 集会 然后香港呢 就推迟的 迟迟的 就不做决定 然后到最后呢 才做一个决定 告诉说 不批准你们 不行 原因呢 都是用的是 这个 因为疫情 大家呢 不可以聚集 我相信明年 他们仍然不行 仍然不行 以后呢 肯定就不行了 那美国呢 香港和澳门不行了 美国也不行 美国也不让他们聚集 美国呢 有专门的人 负责他们这事 美国专门负责 他们这事的人呢 叫 美国国务院 民主人权与劳工局 东亚办公室 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呢 叫 博米勒 他叫 Bill Miller 他通过电邮啊 告诉这些个民运们 告诉他说 今年啊 你们就是在网上 举办个 这个烛光网会 就得了 然后呢 还告诉他们说 你们举办 完了以后呢 你们都要 做一个视频 把这个视频呢 发到网上 然后呢 他们好验收 验收完了以后呢 好给他们钱 如果是你不做 这些的话 没钱给 这就是他们的 这个凄惨的生活呀 海外民运 我昨天做了一个视频呢 我就说 你们想一想啊 对比一下 现在美国 美国现在呢 面对着他们这个 大规模的这个暴乱呀 差不多又是92年的那个 现在呢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吧 你怎么办 你都是打嘴 因为他的情况 和香港今年下的情况 一模一样 但是呢 他们必须得这个 拧着说 就非常拧吧 香港发生那个暴乱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啊 你政府应该这个冷静 应该跟他们谈话 然后呢 那些个示威的呢 他们都是这个 民主的 正义的 好 你现在 你美国也有了 对吧 你也有 砸那个警车 跟警察发生冲突 往警察身上扔石头 然后呢 去砸那些个个人的物业 对不对 然后这会儿你又说了 他们就是暴徒 我们是自由民主 但是自由民主不允许暴徒 不允许打警察 不允许砸警车 不允许砸毁人家个人的这个财产 你的自由民主就不允许 那香港的自由民主就允许啊 对不对 就是特连你们 就没有办法再自圆其说了 我昨天就做了一个视频 我就说你海外民运 你想一想 对不对 就是你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吗 就是你们所向往的 你们所欣赏的这个政府吗 对不对 这样的政府就好吗 中国的政府就不好吗 你想想看 对不对 那个民间组织 那个反法西斯民间组织 竟然被他们打为这个恐怖组织 对吧 你想想看 他们都是恐怖组织 那你们是什么呀 他们还没有说颠覆政府呢 你们一天到晚 那要颠覆政府 对不对 你们还收军车 你们不是暴徒是什么呀 美国都说你们是暴徒啊 你看香港现在 香港那些的暴徒 美国绝不要他们 美国都不要他们 英国都是 英国说 那个护照呢 我给你延长半年的这个拘留权 你听明白了吗 就是原来他们持有那个 BNO那个护照呢 你到英国去 可以待半年 现在说你可以待一年 但是仍然也不可以工作 不可以上学啊 对吧 英国人稀罕你们吗 英国人要稀罕你们的话 会说 哎你们来吧 你们来吧 对不对 你们连现在 就连就是八九六四那些个 民运的待遇都没有 都没有 这香港的那些暴徒 北京的那一次呢 也就是说 只是一个一夜的疯狂 马上就给你压下去了 对吧 马上就结束了 假如说你也搞了半年 对不对 因为那些人 他们美国也不会要啊 即便如此 你看美国啊 他们只要了像什么 乌尔凯西啊 王丹啊什么的 当然乌尔凯西和王丹 他还不是说直接去到美国啊 他是去了什么 去了台湾是吧 然后就是一些海外民运吧 我现在我也点不出名来 我也不稀罕知道他们的名 柴良是一个吧 我昨天我还说 把柴良的那个名字说错了 我说是菜良 我当时也觉得好像不对啊 好像不是叫菜良 叫什么灵 好像觉得叫一个别的什么也不对 有的人说是柴良 还有的呢 一看就是那个反中的 一看就是汉奸 盖尔说 连那个柴良的名字都说错了 你去做完功课 然后再来做好不好 我做个屁功课呀 柴良的名字 用得着 值得我花时间去查吗 说错了又怎么样 我就把它说成屁灵 又怎么着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说到哪了 现在又有点那个跑题了 然后我就忘了 反正总之是这些人吧 对 我还想说 我昨天也想说 你们就是回头是岸 然后有网友说 什么回头是岸呢 中国现在根本就不稀罕这些人 你们就跟那个美国那老死得了 早死早完事 对吧 不要再带回中国去 给中国增加负担 走到哪都是负担这些人 就留在美国 不要让他们回来 而事实上呢 像乌尔凯西据说 他也忏悔 他想回去 但是中国不让 你离我远点 我眼不见心不烦 别回来 回来干嘛 不稀罕你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宝 感谢观看